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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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住下来我们第一样事情 就是为我找一个学校 那就是上课 那去上课没有到一个星期 就已经有一帮人 就在我们的学校门外 就在等着那些学生 就跟香港以前那种同党 那种蛊惑仔 那种是一模一样 那不一样的地方就可能是 在美国这一边的人的打扮 就比较老土一点 可能就是梳的头发 都是比较夸张 弄的装扮打扮 都是比较差一点 香港的那些人就比较时髦一点 那时候那些人来到 我们的学校门口 因为我的个子长得比较高 带着几个同学 我们就放学 下课我们就走出这个学校门口 那走出学校门口呢 就有四五个 年轻人比我矮的 那年纪可能也跟我差不多 然后呢就讲出他们的 这个堂口的一些名字 然后就是什么什么核桃啊 我是来自哪里的 在中国城的 那你们以后呢 就要来跟我们混 今天我就来带你们 你们以后就叫我大哥就是了 那当时候因为年少 年少气盛啊 我也是比较不服气 看到这样的一个比我还小的人 那所以呢那时候 其实我在香港来 我也遇到过很多类似的这些 那对我来讲呢 这些我也不会害怕 因为真的年少气盛 我以前小时候也学大功夫 那所以呢我就跟那个头啊 就是大哥我就跟他讲 我说那不如你跟我吧 不如反过来你跟我吧 然后那位大哥呢就非常的生气 一下就抽着我的衣领 然后就说你讲什么 你够胆再讲一次 然后我就说不如你跟我吧 那这位大哥呢就非常非常的生气 结果我们就在那边纠缠了一下 纠缠一下真的动手了开始 动手了之后就突然间后面呢 就有几位就是这个学校里面的墨西哥人 墨西哥人我刚刚开始上课的时候 就已经认识了几位 因为才刚刚上课才一个星期那个时候 然后我就认识了这几位墨西哥人 就很好玩 跟他们上课的时候呢 就学一些西班牙语啊这样 结果这几位墨西哥人 他们就看到这个状况呢 就看到好像我出了问题 就冲过来 冲过来之后就前面这几位 年轻的华人 小孩子呢他们就害怕 原来他们之前已经跟这几位 墨西哥人已经是有了一些过节 然后就跟他们可能闹得不愉快 那这几位墨西哥人他们就冲过去 就好像作状要打他一样 那他看到我们人多失重 他就走掉了 走的时候 他的一手就是我衣领这个地方呢 我当时候带着一条金链子 那这条金链子是我妈妈从就是香港我来的时候呢 就送了给我 那就是希望保平安啊各方面这样 那就给我带着 那我就带着他 当时候他就一手一抽就看到金链 然后他就把那个金链子 他就一手一抽就把它拔掉了 一拔断 然后呢他就 转头他就走了 他就跑 然后很多人就追他 我也跑着去追他 结果他们跑跑跑跑的很快 原来他们有一部车 在街口那边就等着 停着在那边就等着他们 那等着他他就上车了 几个人马上冲上车马上就走掉 那这一个经历呢 我就当然很不愉快了 我就回去学校 回去学校了之后 我就报警 报警呢就警察也来到了 就跟老师讲 老师就说 你是不是惹到什么样呢 年轻人啊怎么样 因为看我的打扮 因为我香港过来当时候 看我的打扮也是像一个比较 不是太乖的一个小朋友 他就说你自己也要好之为之 警告了我一下之后呢 那就不理了这件事情 不理这件事情呢 也都不了了之了 因为我也报了警 那之后呢就过了两天 过了两天 突然间呢就收到电话 电话就打到来我的家里边 然后就跟我讲 就说你为什么要报警 然后就讲了一大堆这个粗话 然后就说你报警 你不得好死 我现在的兄弟已经进去了监狱了 我已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然后我就很害怕 马上当时候就打电话给我 就是住在旧金山附近的有一位表哥 这位表哥呢他是在这边读大学的 那他也没有接触过这样类似的这种东西 他因为是一个高材生来的 结果呢我就也害怕 就到处就是想办法了 家人也想办法就打电话 打打打 结果就打到我们这个加拿大那边 我有几个舅舅 那几个舅舅曾经他是住在过这个旧金山这边 读书的时期 然后这个舅舅打电话来就 哦这个很小的事情 让我试试看 他就打电话呢就到了旧金山 就某一些堂口了 我们叫的一些堂口里边呢 就打了电话给一些我们叫叔父 叔父 就一些辈分比较高的一些老人家 然后这个电话打完之后呢 晚上晚上的半夜12点钟 有一位就是我们的叔父 叔叔啊 就是我舅舅的一个舅同学 就打电话来就说 哎你现在跟我来 那我就跟他去了 他就开着车 开着车就带带带带我到了这个中国城 这个旧金山中国城 然后呢就到了一个花店 这个花店呢就很搞笑名字 我当时候一看就 哎广东花店 那我就进去了 进入这个广东花店里面 那进去广东花店里面就有一个老头了 一个叔叔 一个老头 当时候可能都已经五六十岁 不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 因为三十年前 那这个叔叔呢 他就说啊 这个是我们那边的一些小弟了 你也不好运气了 啊 刚刚来吧 是吧 刚刚来美国啊 没事的 这个我们的 你的uncle也已经打了电话给我 这一件事情应该没事的 他呢就在我面前就打了这一通电话 就给这一位就是年轻的这个小大哥 然后打电话给他呢 就说 哎 这个兄弟呢是 啊 以后就不要再去搞他了 啊 有什么事情就慢慢讲 然后这个兄弟就很生气 他就说啊 我的兄弟已经进去监狱了 他怎么样怎么样 就在那边闹了几句 然后大哥就说 反正就不要再搞了 明白吗 然后他就说好了知道了 那这件事情呢就不了了之了